能够了达身心皆空 即使在病苦中 也能够坚守正念 善调身心 以病苦为师 身为修行人 面对种种病苦 应该借由观治身 及众生之病苦 发起菩提心 我万佛寺就有个信徒 得三个癌症 三次病发 他在中国医药学院 做职员 剩下三个月就退休 可以领多少百万的退休金 他们都说怎么说 命都快没有了 不要了啦 结果他来万佛寺住 养病拜颤怎样怎样 不好意思 最近现在活跳跳 现在不知道冲到哪里去了 活跳跳 人就是这样啊 命定当然有 但是用心修行 可以转运转命 吃素 行善 带人家学佛 恭敬三宝 乃至于在三宝门中做志工 我打病啊 打病 大家也打病 每个人都会生病啊 吃饭也是一种病啊 每天肚子饿啊 对不饱也是病啊 你管他的每个人都是病人 那病人不能做志工吗 用心来做 可以做多少算多少 没开车 没开车到掃头 没到掃头 坐的椅子也就笑了 都没那么大 坐的椅子也念佛 你怎么在家里念得不一样 不一样啊 我刚刚不讲了吗 到庙里头来念 到寺院里头来念佛 有人气 有佛气 有这个护法气 互相增上 你的病气就跑光光了 所以我主张啊 不管有病没病 多来寺院 你就进去寺院 做志工 去修行 去诵经 去帮忙环境整理 去护持大众 乃至于带领人家来信佛 特别是年轻人 你要度一个年轻人啊 那功德很大 因为他未来可以度更多人 努力度年轻人 这样子 你的病 应该会好很快 好 你就发愿 发愿要去实践它 能够在病中进一步思维 以一切众生病 事故无病 若一切众生病灭 则无病灭 时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